在外交部长的带领下滞留在朝鲜的大马人终于安全踏入国门 许多在场等候的家属立刻上前拥抱 场面感人 这九名大马人包括三名使馆人员和六名他们的家属 在马朝关系恶化之后 他们就被禁止离开朝鲜 处境犹如人质 据传朝鲜代表向我国开出条件 要我国交出遗体 并让三名嫌犯离开我国 才肯解除禁令 让这九人回来大马 对于这些说法 外交部没有证实 部长拿多斯里阿尼法只说 遗体是在家属的要求下归还给朝鲜 外交部强调 九名大马人可以平安回家 是多个政府部门努力的成果 首相纳吉更是全程紧盯谈判的每一步 随着他们九人顺利回国 外交部和首相纳吉都异口同声的强调 金正南命案引发的马朝外交对峙已经落幕 NTT7综合报道